中文字幕 李宗盛 因为其实我不是科班起来 所以我一直都是在外面舞蹈社学 以前是老师会给你一套规矩 你要去做到精准 其实我一开始在跳玻璃路的时候 我也是给自己这个目标 就是要精准 而且我跟很多科班生 其实我有点小害怕 但今年我突然发现我的重点 已经不在于动作了 比较注重在跟这个空间去对话 我自己本身也是做过舞台监督啊 或者是也有做过前台啊 做过灯光设计啊等等之类的职位 有与与与与与都在看大家 在做什么事情或干嘛 所以我觉得在一个巡演的 演出的过程中 其实在这中间 我也从大家的身上学到很多东西 可能跟伙伴之间的 队形空间关系 然后跟观众的关系 然后怎么样再把自己的表演 除了把自己动作顾好之外 还可以再把更多的能量给 投射到整个空间里面去 在演出的当下 很容易就被一个小小的眼神 或者是谁的一个眼神的对视 就是那些力量就是从那些而来 一定要讲到的是我的父母亲 他们每一场都跟着我们一起旅行 但我相信他们这样子一站一站跟着我们 看到的也不再是我而已了 他也看到其他的伙伴 也认识了其他的舞者 所以我觉得对他们来讲 生命中也许也多了一层 艺术上的打开 生活的打开 所以我很开心 这样的触动 可以在我的家庭 有这样子的力量 跟这样的产生 演完 会跟观众互动 跟他们聊聊天 很多小朋友给我们的回课 我都觉得非常的有趣 就是 真的他们想的东西 跟我们完全不一样 非常的单纯 但是也非常的可爱 然后那个思路完全不是我们想的那样 它就是打破我们大人的一个社会化 跟框架的感觉 因为其实以前没有参加到 可以巡回这么多场的演出 舞座可以在台湾跳这么多场 好像也是很独特的一件事情 同样的舞带到不一样的地方 我相信它都是很独一无二的事情 因为我觉得每一次每一场演出 我们不是只是在演出而已 就是除了把表演能量给进去之外 其实很多东西都会在回馈到我们 成为未来的养分 什么事情就是从感受开始 你觉得什么样就是怎么样 所以我就会很期待 我们接下来100场或100家 好多场会遇到什么样的人 我们会得到什么样的回馈 然后他们会得到什么样的感受 走 我是这里的母语老师 帽林国中真的很感谢你们 让我们没有机会看到五马 竟然在帽林呈现 我们看到你们那种 每一个每一个基本动作 可见下了多少的功夫 那个怒吼或者是微笑 真的是扣人心弦 非常的精彩 让大家可以享受你们 往后的一个表演 不管到哪里 愿上的祝福你们 过了一路 在今天下午 会在我们风雨球场 篮球场这边进行舞蹈的表演 第一次在自己部落 看到有职业的舞团来 来这边演出 我觉得这机会很特别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是 山上的小孩 但我会接触跳舞 是因为我在都市读书 对对对 所以这个机会 我觉得对小朋友 很难得的是 你们把表演直接带到部落 我觉得这事情 是很特别的一件事情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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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